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集提到太子流行 差點被父皇送上戰場 幸好雙山四號有妙計 等他不用上戰場 轉眼過了年紀 漢高造率兵平定了櫻部支聯 海船歸來 可惜在過程中 他被箭射傷 病情日益惡化 高造想到太子無能耐弱 才令老子慾駕親征 令人射傷了 令太子的念頭又霧了出來 高造就擺下酒宴 命令太子前離是走 雙山四號知道這個消息 立即趕來見太子 看到太子滿念愁容 太子說不想再參與這些場面 父皇又要來挑戰我 考驗我 四個老人家連忙安慰太子 說他們自有安排 漢高造就坐在籠椅上 閉目養神 考慮到要再提廢太子 這件事 有人稟報 太子到 劉邦慢慢增開眼睛 突然坐直身 為甚麼呢 他看到太子身後 然後四位 差不多八十歲 非常有神 衣冠楚楚的老人家 劉邦很驚奇地問 你們覺下四位是甚麼人呢 四人走上前來拜見皇上 然後一一報告自己的姓名 分別是 東元宮 陸李先生 以利貴 和夏皇宮 這是雙山四號的名字 劉邦聽到後 臉上馬上露出笑容 身上的戰傷 彷彿都康復了 他站起來 他說 浸四處去找你們 你們就去逃避浸 為甚麼今天會跟著我兒子而來呢 在這個時候 東元宮回答 陛下彼時餘生 見到我們餘生 就出口漫罵 我們都是有自尊的人 豈能受此侮辱 所以就逃離塵世 隱居在雙山這個地方 劉邦聽到這番說話 都有一些慚愧 臉上露出負義 他又馬上坐下 一坐下就鎮傷了傷口 令他很痛 四人見皇上 不出聲就繼續說 但我們聽說 太子仁義忠孝 禮言下事 天下智者仁人 無不願意為太子孝勞 粉身碎骨 所以我們就沿用殘餘之連 來侍奉太子 四位老人家 你一言我一語 去俗揚太子的美德 令劉邦大為感動 劉邦恭敬地對雙山四號 請諸公繼續餵太子 走現結束後 漢高祖最終都沒有提廢太子 到了晚上 劉邦請來戚夫人一同上月 聊天 戚夫人見皇上病容依舊 但精神比前些日子好 心裡都非常高興 劉邦說 唉呦 外妃 朕一直打算 為了太子而領立 如意做太子 但今天太子身邊 來了朕所敬重的 雙山四號輔助 太子語役已成 我都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戚夫人聽了之後 就哭了出來 激動到 劉邦都一起哭 哈哈哈哈 劉邦都很疼愛這個余意 兩人唱了幾首相感的歌 從此之後 戚夫人想立自己為太子的願望 就徹底破滅了 這個故事挺有趣的 我們都看到 做皇帝都可以有不同的性格條件 有些是鴻武有略 像成一師漢、康熙、李世文、漢武帝 但有些都可以很柔弱而治過 例如文帝、西漢之後的超孫皇帝、超帝、孫帝 以及東漢的明章、明帝、張帝 都是以人口治國的 所以人口不代表是沒有才能的 不過我感覺上劉邦 就比較柔弱 是比較缺乏勇氣的 但他都得到 因為他這個性格 反而是容易吸引到一些人去幫忙 即是說 你以為自己自以為是 甚麼都厲害了 你聽不入耳 但你反而謙厚、低調 放下自己 一些有能力的人 反而會願意幫你 所以這也是 大家如果想和別人合作 不是說你要 處處就認低威 或者說低聲下氣 或者假裝謙虛 其實不是的 很多時候就說 你就照做你應該做的事 但去到務實 去謙厚、去接受別人的意見 或者是大家有溝通的情況之下 互相合作 才可以做成一件事 因為很多時候 一個人始終能力有限 這個流行就充分發揮 這個性格上的特色 當然 他有媽媽去幫他 又有舊臣、張良出謀獻賊 而且我們都看到 其實老人家的經驗 老人家的智慧 其實很值得我們去尊重 和參考 和去學習 雖然現在是一個 科技很快的時代 或者我們拿一些知識 很多小朋友在YouTube 在網上 可能知道的東西 是比我們現在一班 上了年紀的人 是更快更容易 但是知識不代表智慧 經驗的東西 不是透過你純粹上網 可以知道 真的要實戰 真的要跟別人去做事 跟別人去溝通 才可以得出來的智慧 所以就是 我們去尊重每一個人 包括老人家 我覺得 這件事一定是 人與人之間 要互相去尊重幫助 多一個朋友 多一個對你有善的人 一定是對於我們人生 沒有說我們有什麼好處 一定是活得更加開心的 今天的故事分享到這裡 下集再講另一個新故事 多謝各位